欢迎来到我们的今天大新闻节目 首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哈尔科夫一个被炸毁的建筑前录制视频 呼吁美国总统拜登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参加即将在瑞士举行的乌克兰和平峰会 希望通过国际压力促使俄罗斯停止空袭 接下来,内地年轻人近期掀起了呱呱乐彩票的热潮 导致多地彩票卖断货 官方表示生产跟不上需求 彩票断货问题需要时间舒缓 最后,随着两岸紧张局势升级 央视要求大陆明星表态支持统一 众多台湾艺人纷纷发声以保住工作 但也有不少艺人因为表态而被大陆网友点名批评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美国之音中文网报道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一段视频中 呼吁美国总统拜登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参加下个月在瑞士举行的乌克兰和平峰会 泽连斯基在哈尔科夫一个被炸毁的建筑前 录制这段视频 他在视频中恳请两位领导人 展示推动和平的领导力 近期,俄罗斯对乌克兰城市的空袭不断升级 乌克兰希望通过和平峰会 加大国际社会对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压力 今日华尔街报道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焦黑的战争遗址前 呼吁拜登和习近平指出那些仍然置身事外的领导人 应该看看世界上谁真正想结束战争 与此同时 欧盟使节齐聚北京 敦促习近平承担重大责任 积极参与和平进程 泽连斯基的呼吁和欧盟的劝说 都是希望通过国际合作 尽早结束乌克兰的战火 恢复和平与稳定 新岛日报报道 近期中国内地呱呱乐彩票销售火爆 特别是在年轻人群体中 导致多个地方的呱呱乐彩票卖断货 中国福利彩票和中国体育彩票承认 生产跟不上需求 彩票短缺需要一段时间才能缓解 在社交平台上 刮彩票成为热门话题 许多年轻人分享购买和刮彩的经历 根据财政部的数据显示 今年首季全国彩票销售额大幅增加 极开型彩票销售额较去年同期 增加于八成 反映出社会对及时性和刺激的需求 不断上升 彩票行业专家指出 彩票发行预算审批后难以修改 导致供不应求的情况出现 联合新闻网 随着赖清德总统上任 两岸紧张局势蔓延至演艺圈 央视新闻微博发布 反台独声明 要求明星表态支持统一 许多大陆明星纷纷转发 台湾艺人如侯佩岑、张韶涵、欧阳纳也紧随其后 以保住在大陆的工作 与此同时 陆网友展开猎物行动 列出为表态的台湾艺人名单 导致演艺圈人心惶惶 王兴玲、吴克群等人 也陆续发声支持统一 而肖敬腾更在多平台 同步发文 称自己是堂堂正正中国人 然而 霍建华、林心如等 为表态艺人则遭到封杀威胁 此时 温生豪逆风发文 强调台湾人对这片土地的热爱 获得网友的赞赏 被称为破例一百真男人 美国之音中文网 台湾新任总统赖清德 在解放军围台军演结束后 首次谈及两岸关系 呼吁增加理解与和解 他在台南民进党会议上表示 希望通过交流与合作 推动和平与共同繁荣 并感谢美国等国家 对中国军演的关切 赖清德强调 国际社会不会接受任何国家 在台海推波助澜 尽管解放军演习期间 中国官媒营造紧张气氛 但台湾民众的生活 并未受到大的影响 股市也几乎未受波动 台湾国防部 还发现一个装有政治标语的纸盒 怀疑是中国无人机投放 强调这是典型的认知战伎俩 两岸自1949年起分离分治 北京坚持对台湾拥有主权 即使宿主武力也要实现统一 但台湾政府认为 台湾的未来只能由台湾人民决定 德国之声 德国之声关注到新加坡端传媒 发表的一篇文章 讨论了治愈警察引发的港台大战 一些threads用户担忧 中国用语渗透台湾汉语环境 认为这是中国统战的一部分 会影响台湾人的文化认同 文章指出 在中国大陆 普通话虽然占据主导地位 但方言和民族语言仍有生存空间 这种多语交流环境 使得中国网络语言不断创造新词 向台湾等地输出 作者认为 中国用语的传播力和生命力 源于中国语言的多元性 并非仅靠国家力量助推 文章还提到 赖清德的就职演说 被认为是务实台独正式登场 他选择根据民进党的党纲说明 两岸关系立场 迫使美中两国认真面对民进党的主张 另有评论认为 中国被全球化潮流边缘化 产业链转移到其他国家 使得中国被全球化拒斥 新周网报道 由于经济复苏不如预期 中国企业在降本增效的需求下 倾向招聘学士毕业生 加上研究生扩招 导致人力功过于求 研究生就业压力日益增加 致联招聘的大学生 就业力调研报告显示 今年非双一流大学院校的硕博 毕业生录取通知获得率为33.2% 首次低于大学毕业生的43.9% 致联招聘执行副总裁李强表示 企业更倾向于招聘对薪酬预期 较低的大学毕业生 扩招也是原因之一 研究生数量从2019年的近800万人 上升至2023年的1100余万人 研究生期望月薪远高于大学生 导致求职时高不成低不就 进一步加剧就业压力 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熊秉奇指出 现阶段朔博士的人才供给 已超过社会需求 需结合现实社会需求 来确定人才培养规模 新洲网报道 以色列特拉维夫及周边地区 于当地时间中午 响起防空警报 哈马斯从加沙地带发射8煤火箭弹 以色列铁穹防空系统立即拦截 多煤火箭弹被击落 部分落入无人区 空袭造成三人受伤 还有一些人因严重焦虑症 接受治疗 哈马斯声称 在加沙地带的一次伏击中 俘虏至少一名以色列士兵 但以色列否认这一说法 西班牙防长罗夫莱斯 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加沙的冲突是真实的种族灭绝 哈马斯还播放了一名士兵 在地上被拖刑的画面 声称这是被俘的以色列人 联合早报报道 中国在WTT太原站包揽五项冠军 梁静坤和陈信同 分别击败法国天才少年 埃利克斯勒布伦和队友王一笛 夺得男女单打冠军 宽曼 林诗栋提前夺得混双冠军 宽曼 陈一击败王一笛 陈信同 夺得女双冠军 宽曼成为双冠得主 男双冠军归属马龙 林高远 他们战胜梁静坤 王楚清 梁静坤 在男单决赛中 逆转战胜乐布伦 后者是唯一非中国选手 女单决赛中 陈信同经过七局大战 逆转战胜王一笛 后者三度摘营 马龙赛后表示 新加坡大满贯男双冠军 让他们对彼此的信任和默契更好 正是这种信任和默契 帮助他们赢得了胜利 中国新闻网 根据德国联邦统计局 24日公布的最新数据 德国2024年 第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 GDP 环比上升了0.2% 这一增长 主要归功于建筑投资 和出口的增加 而私人消费支出则有所下降 德国经济在2023年第四季度 经历了0.3%的环比下降后 终于在2024年初 显现出复苏的迹象 德意志联邦银行预测 德国第二季度 经济可能会继续小幅增长 但全年经济 不会出现大幅上升 德国经济顾问委员会 和联邦政府的预测 也显示 2024年 德国经济将分别增长 0.2%和0.3% 经济日报 在两岸局势紧张的背景下 美国众议院跨党派代表团 于周日 26日 其展开为期五天的台湾访问 代表团 由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 麦考尔率领 成员包括 多位共和党和民主党议员 他们将在周一 27日 与新上任的赖清德会面 讨论美台关系 即应泰地区和平等议题 这是赖清德上任后 首个到访台湾的 美国国会代表团 台当局对此表示感谢 并期望台美关系 能进一步深化 共同守护台海的 和平与稳定 乔报 在第二十届中国 深圳 国际文化产业 博览交议会 简称文博会 上中国各具特色的 非物质文化遗产产品 大放异彩 成功吸引了海内外市场的关注 龙泉市神广龙舰铺 甘肃的天水竹雕和青阳香包等 飞翼产品不仅吸引了大量观众 还收获了不少海外订单 近一方的泽州铁壶 更是受到欧洲市场的青睐 许多欧洲人开始学习 中国传统炮茶方式 从而带动了铁壶的销量 飞翼产品不仅展示了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的魅力 还成为中国文化贸易发展的助推器 为更多传统工艺品 走向国际市场铺平了道路 乔报报道 神舟18号乘组自4月26日 进入中国空间站以来 已经在鬼生活和工作了一个月 航天员叶光复 李聪和李广苏 在适应太空微重力环境的同时 迅速投入了多项空间科学实验中 他们利用生命生态实验柜 进行了水生生保系统关键技术研究 发现斑马鱼在微重力下 表现出异常的游泳行为 此外 城组还完成了燃烧 科学实验柜的燃烧器 更换和电磁法转接线缆安装等操作 支持科学家们 在微重力燃烧基础科学研究方面取得进展 航天员们还进行了无容器材料 实验柜的样品 更换和轴心机构 维护等工作 并开展了多项与人体健康相关的实验 如颈动脉超生图像和频谱测试 以研究微重力对人体的影响 乔报报道 中国国家医保局近日发布通知 要求进一步推广三名医改经验 加强医保对基层医疗机构的支持 国家医保局强调 要发挥医保基金的导向作用 支持将符合条件的村卫生室 纳入医保定点 方便农村居民就医 同时通知要求落实对紧密型限预医供体 开展医保总额付费的要求 探索将紧密型限预医供体整体 作为医保预算单位 合理编制医供体总额预算指标 完善绩效考核体系 突出服务质量和数量 分级诊疗情况 民众满意度等指标 并将考核结果与结余流用政策挂钩 确保及时拨付结余流用资金 促进医供体内部的合理分配 乔报报道 中国控制吸烟协会医疗机构控烟 及健康促进专业委员会成立大会透露 截至目前 中国已有24个省份出台省级控烟相关法规 254个城市出台市级控烟相关法规 全面无烟法规保护人口比例不断提升 自2006年 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 在中国生效以来 中国积极推进控烟履约 通过立法 价格 税收等手段提高控烟成效 近年来 一些地方的控烟立法工作取得显著成效 如上海市公共场所控制吸烟条例 和北京市控制吸烟条例等 数据显示 2022年 中国15岁级以上人群吸烟率为24.1% 较2020年下降了1.7个百分点 中国国家卫健委表示 将持续推动无烟环境建设 加大对烟草依赖疾病的科研力度 进一步推动控烟工作 谢谢大家收看以上节目 这是我们的编辑团队为大家搜集 整理的 认为有价值的信息 观点 但是并不一定代表我们立场 不作为任何行为的建议 欢迎大家为我们的节目点赞 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